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7年 10月15号傍晚的5点37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上下旧这里啊 可以看到现在的下旧路在芳心这个地面 这条是第十普路 第十普路的话也是上下旧的范畴啊 不过可以看到逛街的人了也没多少吧 看到没 进化 大家关上这一边吧 这条路的话在过去啊 是来上下旧 毕竟过了一条道路 因为这条路的尽头 不是尽头吧 在这个方向有一个地铁站 就是长寿路障了 因为当时就只有一个地铁站 所以很多人出地铁站之后啊就会 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上下旧 现在可以看到路上的电瓶车慢慢多了起来 因为现在的话也差不多到了这个下方的高峰期 这里 这里一个旧居 其实的话这一带啊 有着有着很多一些明年的旧居 但是在广州别的区啊就看不到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在过去的绿湾区啊 特别的发达 特别的发达 无论是经济 文化 旅游 商业 都十分的繁华昌盛 算是广州的看法子吧 于是的话 就特别受到一些有钱人 明年的青睐 他们就在立湾区买地盖豪宅 现在很多明年的豪宅呀 都变成了广州文化的一部分了 各种的烤肠 烤面筋 看着挺诱人的 寿司 这条路叫做文餐囊路 路上灌鸡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因为现在的话 也到了饭点 哇这个 有肉吗 看着好好吃啊 但是 鹅肉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贵一点 一斤都要大几十块 好一点的鹅肉都要100块一斤了 太夸张了 不过我觉得鹅肉的话比鸭肉好吃 拿着行李箱来逛街 我觉得的话 来广州旅游啊 最好先安住好吧 不要拿着行李先到处跑 这样太累太累赘了 除非是你再去找酒店的路上吧 如果现在广州玩得开心的 就要先把行李放到酒店里面 再轻装上证 就比较好了 哇这些东西这么小 圣女果就不像圣女果 这里面是一个市场 很多人的 带大家观一下 铁根6块1斤 不就是怀商吗 简法10块 胡萝卜2块1斤 四瓜2块 很大一斤 你发电10块 你发电10块 只有单减 白散鸭 33亿斤 然后我接到哪里去找你一下 你发电10块 只有单减 白散鸭 33亿斤 28块8 看就可以 看看菜价 都是几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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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比较便宜吧 我感觉广州的菜价呀 比很多城市的还要便宜 真的是很难看得出来 就是以上城市的物价呀 先放一些 薯果 就挺便宜的吧 哇 这谁糖水 什么三五 就是 3块1瓦 这菜价也是挺便宜的吧 看到没有 苦瓜2块5 是兰花6块 这个椰菜3块 这个椰菜3块 这是螃蟹也挺便宜的 12块15块 这是比较贵一些 40块 卖到这我承诺你 填城 10块3斤 买了买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买菜的人了没多少吧 可能是过了高峰期了 因为现在都差不多 晚上的6点钟了 6点钟正式煮饭的时候 前方这家烧腹很火爆啊 大排相对 看到没有 在广州的话 随处可以看到烧腊店 因为烧腊 是广东十分著名的粤菜 袋子 4块1个 好便宜的菜 少了 可以看到这里都是一些拿破小 不要看小说谁拿破小啊 你才签的话不得了的 你才签的话不得了的 这拿破小 这里的话还有很多些小区楼 也难怪这里这么猴爆了 这里的话算是 居民区跟商业区的结合吧 因为 前方那里 就是 去往上下走的必经道路 卖一些毅力 不得不感慨 就快过年了 因为还有两个月吧 两个多月 就到了这个2025年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还有一百多天吧 就到了春节了 今年也过完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店都是西方街地气的看到没有 都是各种的易用品店 因为这些店的话主要就是做一些街坊的生意的 不是做游客生意的 前方这条就是宝华路了 往右走就是广州的上上行不行街 前方这家 也是广州一家老字号的面店 在广州来说也是比较有名的吧 它的云图面 相对来说比较有名一些 好了 有名市场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带大家观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观一下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